童韓國議員 韓國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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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大家出席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就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畫舉行的記者會 在台上有政務司副司長卓詠卿,環境及身體局局長謝展華 房屋局常任秘書長,房屋署署長黃天宇,食物環境衛生署署長楊碧君 民政事務總署署長張趙海瑜和屋宇署署長余寶美 副司長會先做一個開場發言,簡介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的詳情 之後局長和署長會分別介紹他們的打擊衛生黑點工作部署 現在先請副司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行政長官在7月6日宣布成立四個由政府司長領導的工作組 當中包括由我出任主席的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藉著高層的督道和統籌加強部門的協作 設實排解困擾市民的環境衛生事宜 環境外生和市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是很實在的問題 對公眾健康有莫大的影響 重要性毋庸置疑 環境外生問題 例如非法棄置垃圾 和後巷責物阻塞 除了影響官瞻和使用之外 垃圾屋、鼠患等問題 更會構成滋擾和衛生風險 環境外生工作面廣量大 牽涉眾多部門 容易出現權責不清的情況 影響市民對政府的觀感 成立地區事務統籌工作組的目的 就是要理順部門的分工和程序 從而有效解決市民普遍關心的環境衛生問題 包括所謂腦大難的環境衛生問題 工作組亦都會著力提升香港的使用 建立保持環境清潔和愛護使用的新文化 工作組在7月12日舉行了第一次的會議 在17個政策局和部門的群策群力之下 已經敲定了今年展開兩個階段的工作 即是由8月中起計的第一階段 進行為期三個月的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以及由10月起計的第二階段 開展改善使用的工作 首先講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我們會在8月14日即是今個星期日 正式啟動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計劃有三個重點 第一就是重點打擊衛生的黑點 同時強化日常清潔工作 第二是加強宣傳教育和社區參與 第三是加大執法力度 今年8月至10月 相關部門會著力清理全港600多個衛生 和街道管理的黑點 例如街道或者後巷的衛生黑點 鼠患黑點 非法傾倒建築物廢料的黑點 海上垃圾黑點 海上垃圾黑點 冷氣機滴水黑點和阻塞街道黑點等等 欺知垃圾問題 遍及各區 造成環境衛生的問題和滋擾 是我們會優先處理的事項 食環處、路政處、海時處、各區民政處 各部門已經初步敲定 在上述600多個衛生和街道管理黑點當中 的300個垃圾棄置黑點作重點打擊 採取的措施包括 增加清理垃圾、清洗後行的次數 迅速移除、拆建廢料 加強巡查和監控 適度提供垃圾收集設施 加強執法和宣傳教育 以及定期召開跨部門會議 檢討打擊非法傾倒建築物廢料措施的成效 在打擊衛生黑點的同時 政府多個部門會同心協力 在全港大約4,000個地點 加強日常清潔和移除大型物件的力度 這些地點包括街道、街市、 城市、後巷、垃圾收集站、公廁、行人隧道、公園、郊野公園、泳灘、三毛大廈和公共屋邨 我們另外會在排水渠和污水渠進行預防性清潔 以及提速拆除危險或者棄置的招牌 我們希望在行動之後 市民在日常出入的地方 感受得到環境衛生的改善 以及政府對改善市民生活環境的決心和努力 成效如果要持續 市民的合作是至為重要 我呼籲市民投入這個影響自己起居環境 以至香港國際形象的清潔洪流 以行動體現我們對香港的熱愛和顯示香港人的素質 在10月起的第二階段 工作組會開展改善市容的工作 重點是在美化公共空間 改善街道設施和優化園林建築等 為香港創造一道賞心悅目的城市風景 我們適時會和大家匯報 大家或者會問 政府如何確保環境衛生和市容的改善 是能夠保持的呢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會從幾個環環相購的方面入手 第一 過往一些改善未能維持 是因為有關行動未能辭之以行 而這次我們工作組的行動綱領 是會持續一段頗長的日子 在整體環境衛生得到提升 市民習慣了保持城市清潔之後 清潔的果效就會得到維持 另外 就一些部門分工不清晰的 問題 我們會好像之前所說 釐清領頭部門是誰 建立標準運作模式 然後交給部門在地區持續執行 我們會檢視環境衛生相關的法例 如有需要是會積極考慮修例 增加執法的效率和阻嚇力 第二 工作組會睹到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 制定持續的行動計劃 職效指標和評估措施成效的制度 以確保行動是有明確量化的成效目標可依 令工作得以持續 第三 工作組推動的社區參與 會在各區構成一張監察網 監察政府的工作是否有效和保持到力度 而宣傳教育尤其是在小學進行的教育 會在社區建立保持環境清潔和愛護使用的新文化 鞏固改善的成果 接下來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 房屋處處長 食物環境衛生處處處長 屋宇處處處長 會分別簡介他們政策局或部門 在打擊衛生黑點方面的工作 之後我們會回答大家的提問 多謝 多謝副司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今天會在此簡單講一下 兩方面就是防止鼠患 以及處理發泡膠堆積在我們的工作方向 鼠患問題是市民最關注的 其中一個環境衛生問題 所以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 在召開第一次會議時,已經決定了 將鼠患問題作為工作組 需要重點處理的其中一個跨部門 老大難地區環境衛生問題 我個人也多次親自實地了解 食環署滅鼠工作的流程 以及食環署的管理人員、前線同事 以及外判承辦商來討論 期望可以在工作模式、流程、技術 以及管理等各方面都找出可以改善的地方 為了提升滅鼠工作的成效 我會推動和嘗試一些更具針對性的新措施 包括第一點就是,我們會在全廣各區設立 十九隊晚上的防治鼠患流隊 希望可以更具針對性地在深夜的時段來部署 來加強部署效能 第二點就是,我們都會使用一些新技術、工具和處理 來增加這個部署的成效 譬如,在我們衛合式的地點 更廣泛來應用一些我們叫做T型的處理盒 如果大家可以去看,很多時候我們用的是 一些處理的袋子掛著那些 我們覺得效果可能不夠好 所以我們用一些T型的處理盒 亦都會嘗試其他新的部署的器具 第三方面就是,我們會檢視整個部署計劃的安排和效果 包括制定綜合鼠患指數 在過程中,我會聆聽和吸納社區人士 以及滅鼠業界的意見 目標就是要更好地去平衡滅鼠工作的成效 以及能夠提升效率和增強滅鼠的效果 當然,保持香港的環境清潔衛生 倒絕老鼠的食物來源 是防止鼠患的最根本的最有效方法 所以環境及生態局會全力支持地區事項統籌組的工作 和各部門一起聯手,改善地區環境的衛生 另一個市民相當關注的就是發泡交商堆積的問題 受到疫情的影響 我們乘載公港蔬菜的發泡交商的重用運輸鏈 在今年初的時候已經暫時中斷了 以至運來香港的發泡交商堆積在社區內 社會政府的各部門已經分工合作 在不同崗位互相配合,共同處理這個問題 在這方面,主要有兩個方面 第一就是漁護處和食環處 他們會加強清理在批發市場 公眾街市和街道棄置和團職的發泡交商 改善發泡交商堆積造成的阻階和衛生問題 食環處亦會繼續加強執法 來打擊非法棄置垃圾的行為 非法棄置發泡交商都是垃圾的一種 至於發泡交商下游的處理和回收方面 環保處一方面加強廢物轉運站和推田區的運作 另一方面支援本地發泡交的回收項目 加大本地回收處理的能力 但現時我們整體循環再做發泡交的能力 以往每天不足夠一公噸 每天只能處理不足夠一公噸的發泡交 現在我們透過支援本地發泡交回收的業 我們將能力增加了很多倍 提升到現在每天可以處理回收約11.5公噸的發泡交 佔了現在我們在香港發泡交商的量約29個百分點 我們繼續在這方面努力 希望可以繼續提升本地回收發泡交的能力和比例 環境及生態局 我們會加強督促跨部門在這方面的協作 以及與內地相關的單位繼續探討 在適當時可以盡快容許我們經過消毒的發泡交商 我們將回復運回內地的重用 希望可以從源頭方面來長遠解決發泡交商 堆積這個問題 我可以說的是在這兩點方面 多謝大家 跟著請房屋署署長 多謝副司長 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房屋署是一向十分注重公屋屋邨的衛生情況 我們會全力配合地區事項統籌工作組定下的工作路向 現在我會簡介房屋署在公屋屋邨方面的工作 房屋署的工作範疇主要是強化房委會核下公屋屋邨的日常清潔工作 重點處理村內衛生情況受關注的地點 加強宣傳教育和加大執法力度 就住村內的垃圾站和雜物站 除了持續每日巡視 我們會額外增加清理雜物的次數 避免堆積大量的雜物 並且進行徹底的清洗 我們亦會按需要在合適的情況下 在垃圾站或雜物站安裝閉路電視監察系統 防止非法棄置垃圾的情況 我們亦會增加突擊巡查的次數 加強這個阻割的作用 屋邨的清潔工作能否有效執行 以至已經變好的環境衛生情況可否維持 其實是有賴屋邨內所有持份者的積極參與 為了加強這個合作的意識 我們會在8月開始一年三個月 在房委會核下所有191條公共屋邨 推行加強版的屋邨清潔行動 具體來說 我們會聯同屋邨的其他業主 商戶和街市承辦商 進行一些聯合的清潔行動 加強清潔屋邨的公共地方 垃圾站、遊樂場、康樂設施、公廁、街市等 我們亦會增加突擊檢查 承辦商工作表現的次數 亦會呼籲屋邨的居民 一起保持屋邨的清潔 在防止鼠環方面 我們已參照食環署的防鼠設計指引 在所有屋邨都加裝防鼠的裝置 例如在樓宇的外牆或喉館的位置安裝鼠檔 在排水管出口裝置一些金屬網等 亦會因應情況 繼續在合適的位置加添防鼠的裝置 為了準一步加強滅鼠的功效 屋邨亦會按照它的需要 額外聘請私人市場上的專業防止松鼠公司 在村內進行滅鼠的工作 而針對村內的衛生黑點 我們會多管齊客、加強清潔、實施一些滅鼠的措施 例如在鼠環較為嚴重的地點 我們會增加放置毒鼠吏和暴鼠器 有需要時屋邨的職員也會邀請食環處人員 和我們一起巡視屋邨檢視防止松鼠的工作 而在宣傳教育方面 我們也會舉辦一些防止松鼠的講座 提高居民注重衛生和防止鼠患的意識 亦會透過不同的宣傳渠道 例如屋邨的通訊、房屋資訊頻道、社交媒體、海報宣傳單章等 呼籲居民和商戶 共同保持家居、商店和社區的精潔衛生 妥善處理垃圾和雜物 齊心協力到絕鼠環 而對於那些隨意在公眾地方棄置廢物 或者垃圾的屋邨居民和商戶 我們也會執行屋邨管理扣分制 和商業樓宇管理扣分制 如果在兩年內扣分十六分 我們是可以終止它的造約 屋邨的人口比較密集 所以個人和環境的衛生尤其重要 我們希望透過行償和一些加強版的清潔和宣傳教育工作 可以提升屋邨的環境衛生情況 和保持它的成效 借這個機會 我也想呼籲所有公共屋邨的居民和商戶 繼續積極參與我們的清潔行動 保持家居和商店的清潔衛生 同心協力、締造美好和整潔的居住環境 多謝大家 繼續請食環署署長 各位傳媒朋友、市民大眾大家好 食環署是主責公眾地方環境衛生的部門 在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之中 我們除了聯同其他部門 一起合力去處理鼠患等等的老大難問題之外 我們亦會優先、重點處理非法棄置垃圾的問題 事實上 清潔公眾地方和收集垃圾 是我們部門行償的工作 每一天 我們萬多位前線的工友 都會清掃全香港所有的街道至少一次 他們還要洗街 清潔公廁、清理行人道和後巷的雜物 我們部門每天收集和處理的垃圾 超過六千公噸 雖然如此 各國區仍然有不少地點 是有環固的環境衛生問題 在這次計劃之下 食環署參考了市民和地區人士的意見 我們各區的同事也有日常觀察 識別出多個位於各區公眾地方的衛生黑點 準備加大力度去打擊 我們會善用財政預算案五億元的撥款 用來加強環境衛生服務 當中包括增加專責於 潔淨罪行執法工作和相關宣傳教育的小對數目 另外我們會增加人手 清理非法棄置的垃圾 特別是針對一些問題較為嚴重的地方 又或者是晚上大家有時會在街邊 會看到一袋袋的袋裝垃圾 我們都會加緊去清理 此外我們會延長部分垃圾收集站的開放時間 以應對午夜和清晨時份的需要 新增的資源亦會用於防治鼠患 例如剛才局長提到的夜間滅鼠行動 我們十九區的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已經開始運作 具體來說 是有一些鼠患的熱點 由於日間人來人往 不能夠部署部鼠行動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用我們的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在午夜前後 在這些地方放置大量的暴鼠器 然後在清晨時份 將那些暴鼠器收回 善用了夜晚這段 老鼠比較活躍的時間去捕捉他們 我們所有的公眾街市和小販市場 亦會全面推行密集式滅鼠行動 在收市之後 徹底地清理場地 然後再放置大量的暴鼠器 儘管我們大幅增加人手和資源 亦都預期這樣做會有一定的果效 例如可以清理一些長期堆積的雜物 減少滋擾和障礙 改善鼠患情況等等 但是大家都會明白 很多衛生問題 不是單靠加緊清理就可以解決的 就以後巷為例 我也有度過很多很多條後巷去了解 我的觀察是 有些後巷成為衛生黑點 是因為經常有人擺放雜物在那裏 有些是因為有店舖 習慣用了後巷來傳放自己的貨品或者工具 有一些垃圾是有安排私營服務箱收集的 但是垃圾拿出來之後 就遲遲未有那個服務箱 去將它送去垃圾站 垃圾往往就放在街上幾個小時 亦都有人會蓄意棄自家支 電器、裝修廢料等等大型物品 後巷本身亦都往往有失修的情況 例如路面破損、渠道淤塞 或者是大廈的渠管錯誤接駁等等 令到那些污水流了出來 地面濕滑、藏污納舊 同時助長了鼠患 衛生黑點的問題各有不同 亦都各有成因 最有效的打擊策略 不是單靠我們的工友在下游 做清理和善後的功夫 而是找出原因 然後結集各界力量從根源解決問題 並且建立一套方法 讓職效得以持續 這屆政府推行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說明了對處理環境衛生問題的決心 食環處一定會和其他部門一起 努力執行這個計劃 我們亦都希望廣大市民 能夠支持和配合我們的工作 多謝 最後請屋宇署署長 多謝副司長 各位傳媒朋友 大家好 因應政府打擊衛生黑點計劃 屋宇署都會加大我們的執法力度 就危險和棄致的招牌裏 要求招牌的擁有人 去維修和拆除這些招牌 從而減低因為這些招牌 對街道上市民的潛在風險 現在商戶如果想建造招牌 根據建築物條例 其實是有三個合法的途徑 視乎那個招牌的規模大小 比較大的當然要入職 要被屋宇署申請批准和同意才能起 但大部份的招牌是可以透過小型工程監管制度去做的 較為細小的招牌 我們在法例也將它納入為指定的豁免工程 不需要我們的審批 也不需要跟我們的小型工程監管制度 但無論這些招牌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 如果是被棄置又或者因為用得久 或者有破損又沒有去維修 而變得危險的話 為了保障公眾的安全 歐預署是會根據公眾衛生和市政條例去執法 就會出一些叫做拆除危險構築物的通知 要求那個擁駕引護人去拆除這些危險的招牌 如果他不拆除的話 歐預署是會指示我們的承建商 去幫他拆 拆完了之後 就會向有關人士追討那個費用 怎樣可以加快處理這一類的危險 或者是棄置的招牌呢 除了透過市民的舉報之外 歐預署會選取一些目標的區域 就主動去巡查這些區域 在街道上面的一些棄置或者危險的招牌 加強我們的執法工作 我們怎樣選擇這些區域 其實都是根據那個區域裡面 人流或者車流的密集情況 還有很多招牌 又或者過去會否收到很多舉報等等 現在歐預署在深水埗 就在做這個定期的巡視招牌行動 預計一共是會發出260張 拆除危險構築物通知 涉及有570個這一類的危險 或者是棄置的招牌 運動這個清拆的行動就會在10月完成 同時 同時歐預署也都會在下一階段 就會選取另外的一個區域去做 包括是荃灣 無求可以儘快去清拆 和處理當區的危險 和棄置的招牌 其實工作 就今年我們的工作 是受到年初的疫情影響 但是在這半年裡面 我們是會加強我們的執法工作 預算在今年是會拆除 和收拾危險 或者是棄置的招牌 不少於1700個 除此之外 歐預署都嘗試去找一些新的科技 怎樣可以協助我們去 提升我們巡查的效果 或者是我們的執法的成效 其中我們就聘請了一個 本地的初創公司 他就研發一套叫做破損招牌診斷系統 這個系統其實做法就是 有些巡邏車配備了一些攝錄的裝置 GPS 一些scanner 去巡視這些行人 或者是車道比較繁忙的區域 去尋找這些危險 或者是失收的招牌 透過一些人工智能的技術 去分析在巡邏裏面找到的圖像 去鑑別出會不會需要採取 執法行動的危險或者棄置招牌 顧問公司在今年7月 已經在街道巡邏裡完成了第一次測試 預計今年內會再做多兩次測試 合約會在下年完成 設計到那個系統完成之後 如果是成功研發的話 我相信會大大提升屋業處對於危險 或者是棄置招牌的執法效率 提升公眾安全 多謝大家 現在是提問時間 提問前請你們先舉手 同事會提麥給大家 提問前也請你們先說出 你所代表的機構 提問盡量精簡 右邊 各位好 TVB 首先想請教 其實都看到分了兩個階段 但是其實這些衛生黑點 或者這些事用問題 其實可能不是三個月內可以解決得到 又或者是加大了力度 在三個月去做完 可能有一定的改善 但也可能之後會再惡化 怎麼可以真的 徹底可以解決得到呢 例如會不會有些是 常常亂丟垃圾 或者亂丟一些建築廢料 會不會就出一些警告 或者是一些起訴的行動 另外關於鼠環那裡 其實剛才也聽到 已經成立了19隊的夜間防鼠隊 有沒有說其實已經做了幾隻老鼠 還是怎樣的呢 還有其實放了這些鼠吏之後 或者是暴鼠器的成效顯著有多少呢 還有之前新浩專員工廠也說到 街市那方面 就說其實是有發過一些警告 順便的商檔 但是呢 沒有去吊銷他們一些 灘燙的一些牌照 就說好像沒有做到一些 成效出來 處方會不會 或者政府會不會去 再加強這些打擊呢 麻煩你 是 多謝你的問題 你最終那兩條問題呢 關於鼠環 抓到幾隻老鼠等等 或者那個呢 我待會交給謝局長回答 至於這個新浩專員工廠 街市你只是出警告信 它的成效是有疑問呢 那個我交給食環處處長回答 那我或者答一答你 開頭那幾個問題 那你就說 三個月 是不是 你有這麼多的衛生黑點 你是不是都可以清除到呢 其實剛才我在介紹那裡開場呢 我有提到呢 這個 我們這個計劃呢 其實是 第一、二個階段 是說今年 2022年的兩個階段 那我們的工作一定是會持續的 無論是打擊環境衛生黑點 或者是做美化使用工作呢 只不過我是告訴你 我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做 那我們這個工作呢 是一定會持續 那我剛才在開場白那裡都有說 就是如果大家覺得 好像以往都來不來又搞下這個全港清潔 那這次是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有成效呢 那其實第一點就正正是 我們這次的行動 是會持續一段日子的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就希望在 這個是小小 就是當我們持續改善了之後 就是市民習慣了 城市清潔 那其實自然呢 那些棄置廢物啊 那些棄置垃圾啊 那些問題就會減少 那另外呢 我們也都有說到呢 我們是會 就是有一些 譬如現時那個 部門之間分工不清楚 那些工作的一些環境衛生問題呢 就是我們會怎樣去處理它呢 那我們也都會 建立一些標準的 運作模式有口 工作模式有口 其實我們在這方面有些進展的 在我們那個工作組裡面 那已經就一些個別的 環境衛生問題呢 已經理順了那個工作那個分工同的流程 那這些呢 就變成了以前做不到的事情 那我們在這個工作組的協調之下 是會做到 那我們也都會是 檢視相關的法例 如果有需要呢 你都有問到說 是出 出警告啊 會不會起訴啊那些呢 那我們是會檢視相關的法例呢 如果是有需要呢 我們會是積極考慮修例 增加執法那個效率和那個阻嚇力 因為現時有些什麼 處理一些環境衛生問題呢 根據現行的法例呢 我們是那個 就是 要去採取行動呢 是會可能會有些的困難的 那我們要看看 我們先理順一些 我們現在工作的方式 溝通的方式 那如果認為仍然是有需要呢 我們是會在這方面做工作 那就是 你整體來說 那你工作怎麼會得以持續呢 那我再講呢 就第二方面 在制度上呢 我們是會協調 督促各個部門和局 制定的 即是職效指標 所謂KPI 和評估他們的措施成效的一些制度 那變成大家是有些很明確 是清晰量化到的一些目標呢 是去跟進工作呢 那最後就是講 這個也都剛才 食環處長也有講 其實要香港做到清潔呢 就不只是靠政府部門去做 即是其實出現一些 譬如衛生黑點啊 或者一些環境衛生問題呢 當然其實是反映到 即是社區上面一些的 關於這方面的習慣 那我們一定呢 是要做宣傳教育啦 還有呢 我們 我們在社區裏做呢 除了政府做呢 民政 各區的民政處呢 我們也都會邀請地區人士呢 或者我們將來會成立這個 在18區呢 成立地區服務和關愛隊伍呢 一起做 那也都會引入一些監察的 一些制度上 制度化了去監察地區的清潔程度 那麽這個是一個 一張監察網來的 亦都是一個在制度上是會持續的 那麽所以在各方面 你說多管齊的方法 那麽做法呢 我們是有信心呢 我們是會 持續 改善得到我們的環境衛生 還有呢 將我們的使用呢 是提升的 那麽之後就請另外兩位答你的問題 是 多謝副司長 那麽我就說 那麽在鼠環那裏我多說一些 那麽待會我請楊卓長 講解街市執法的問題 那麽 那麽剛才我講的就是 在鼠環那裏 其實我們現在開始的 就是一些現時做的事情 那麽接下來呢 我會檢視整個計劃的 那麽的安排 那麽效果 那麽制定指數 那麽怎樣改善 那麽的那麽的 那麽現在我們推行那兩個的措施 那麽一個就是我們在全港設立十九隊 那麽這個夜間防治鼠環流動隊 那麽為什麽我們覺得這件事是有效呢 那麽就是第一 那麽第一 一日頭的時間 我們擺鼠籠 那麽很多的街市也好 或者是一些相反密集的地方 那麽 那麽日頭你不擺鼠籠 那麽擺鼠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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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所以我們晚上去的時候 那麽我們就可以在那些地方 那麽我們本身以前擺鼠籠的計劃 那麽不覆蓋到的地方 我們晚上流動隊就可以了 那麽晚上去擺鼠籠 那麽我們早上會收回鼠籠 那麽的方式就不會阻礙人 那麽我們很多做不到的地方 那麽我們去得到 那麽第二點就是 那麽剛才楊村也說 那麽我們相信老鼠在晚上來說 是特別會弱的 那麽我們晚上才擺鼠籠的時候 尤其是那些鼠籠更加新� 那麽剛剛擺鼠籠 那麽我們相信那個吸引力 那麽剛才擺鼠籠 那麽我們相信那個吸引力 會比我們在日後的時候 擺鼠籠說到好幾個小時之後 才到晚上 那個吸引力又會大些 那麽現在我們還在這 剛剛做到無奈 所以我們都要看看 那些具體的數據 你說問到數目字的時候 我們馬上要看看 所以我們現在沒有一個具體的數字 但我們初步的觀察就是 的確在有一些地方 我們見到竹老鼠的成效 是比以往我們日間那個 有明顯的增加的 那麽我們相信 我們再整理一下數字的時候 可以更加具體地 顯示一個效果 那麽第二方面就是鼠籠 那麽剛才所說的 我們一見到現時 我們用那個鼠籠 即是主要用的鼠籠 用一個袋子掛在那裏 那麽的效果不是太好 那麽所以我們用一個 就是T型的 T型的時候 那套鼠可以自己在那個T 那個位置自己可以出入 就不用說要咬爛些什麽 那麽我們都可以用一些 是比較上我們覺得 是有效的一些的鼠籠 那麽我們初步見到 就是這些T型的鼠籠盒 比老鼠 即是我們見到 吃那個鼠籠的次數 明顯地比我們以往那些是多的 那麽也都正如我們剛剛開始了 所以那些數字 我們要一段的時間 我們才可以整理到出來 但我們初步觀察就是這兩個都是比以往 是更有效的技術來的 街市出發 那裏我請楊小長去講一講 好啊 麻煩 剛才我都有提到 就說我們在這個打擊黑點的行動裏面 是會特別加強在街市 和我們那些小販市場 那些夜間的滅屬行動 是密集式的捕屬行動 就即是說 在晚上當街市收市的時候 我們就徹底清潔了場地 然後就放置大量的鼠籠 好等在晚上當老鼠較為活躍的時候 就是將它們捕捉 剛才有朋友問到 除了捕屬之外 究竟我們有沒有嚴格去監管 街市本身的衛生情況 在公眾街市和小販市場來說 我們食環處和街市的檔戶 是一個業主和租客的關係 根據租約條款 如果乘租人在同一個租任期的六個月之內 累積收到三封違規警告信 而事前已經收過口頭警告的話 租約是可以被終止的 食環處會探討以風險為本的方式 進行我們一常街市攤檔的巡查 並且定立潔淨程度的客觀標準 然後制定需要提升潔淨程度 和加強防止鼠患工作的街市名單 食環處亦都會加強對租戶 和顧客的宣傳和教育工作 保持街市清潔乾淨 倒絕可以讓老鼠滋生的食物來源 多謝 藍色衣衣衣裏 女士 來自發言 正常 神言 Good afternoon, some questions from RTHK so you mentioned quite a lot of measures and said you strengthen and enhance the efforts in tackling the hygiene black sports but what's your target specifically or to what extent do you aim to tackle this problem? because Mr. Chair said we need continuous efforts to tackle this so can you tell us a specific goal that you want to achieve through this program and how will you measure effectiveness or if there are really improvements or not and about the manpower, Ms. Young mentioned you need more people to help tackling this problem so how much manpower does this program require and how will different departments define their labor and responsibilities? And lastly, about the goals in the second phase of this program, what do you want to do to improve the cityscape and is there another city that Hong Kong can reference from in doing this and also improving hygiene? Thank you. Okay, I will answer some of your questions and I will invite Ms. You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about manpower. Although, overall speaking, I do have a feel of the resources requirement for the current campaign and my sense is that we are not talking about a huge amount of resources and if necessary, the departments involved will put up their resource bits in the usual manner in the annual resource allocation exercise. You asked about the target that we want to achieve. I mentioned in my opening remarks that we hope that after our phase one action, just for our phase one action, I am not talking about the continuous improvement that will last if you ask me, at least one to two years, okay? After the first phase of operation, we do hope the public will notably will see some notable improvement in their usual, around their usual place of work, their place of residence. And I don't think we can be very specific about on a scale of 10. and we hope we will raise the rating from, say, 5 to 8.5. It's not like that. But I think people, I mean, they are familiar with their place they work or they live, and the public can easily tell. And I just want to share with you, you know, one example. My colleagues and I, because we are working on this hygiene improvement, big operation, we went to Mong Kok to have a stroll down Fa Yun Street. I don't know whether you're familiar with that place. So there is an open bazaar there. And we walked from Buck Street to Argyle Street. And we can tell the level of cleanliness has visibly improved. So although I was telling our generous friends here that we will formally launch our campaign to target environmental and hygiene black spots on this Sunday, But actually our work has already started. Because actually the work is ongoing. But we will formally start the campaign on Sunday. And also you asked about how to mea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rse there are different channels for us to get public feedback. We get feedback from the government hotline. We get feedback from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e district personalities, and of course the media. So whether we need to put in place a kind of index or a formal survey to measure our effectiveness, I think we will consider that at a later stage. And I'll invite Ms. Yang to answer your question on FEHD Manpower. Thank you. As I said earlier, in this financial year, in the coming financial year, we have earmarked an additional funding of 500 million to enhance environmental hygiene services. We will use this amount of money to do several things, including enhancing our cleansing services, our rodent control services, and the cleansing jobs for public markets and hawker bazaars. For example, we will increase the number of enforcement task forces, which are responsible for prosecution and enforcement work against illegal dumping of refuse. We will als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teams for clearing the illegally dumped refuse. I think we will, according to our estimate, the number of people that we will add to our teams will amount to about 2,000 over the over these two years. Thank you. How about improving the city's gate in the second phase? Thank you. I mentioned about improving our open space, improving our street furniture, and also improving our city landscape. For example, we have already, although we will start the second phase in October, we have already been in discussion with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nd we are seriously looking at, for example, some simple things, but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our city landscape, such as as well as replacing the old, perhaps rather dilapidated road signs, street signs. And also, for example, we are looking at introducing to the different districts, where we are looking at the new designs of the sewer covers. So I think when we go overseas, sometimes we notice that in some of the cities, the switch covers are very beautifully designed. I think that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to enhance the attractiveness of Hong Kong. And you also mentioned that whether we are kind of taking reference from any particular city. I don't think we need to. But of course, for example, from places like Samjian, I think the landscape architect there is quite pleasing to the eyes. And I think we will strive to achieve at least the same level of landscape architect there. So I think in one, I mean, the beautification of city landscape will start in three months' time, but I think the process will be longer, as you can well understand. For example, if we do more plantation across the territory, it will take time for trees to grow. But of course, we can also, in different districts, improve our plantation. And also making the districts greener. That are the kind of things that we will do. And of course, cleaning up, part of it will be bringing out some of the characters of individual streets. And we are also contemplating bringing in murals in different districts with different motifs. That should add to the character of individual districts or even places. 橙色三位位 幾位你好,明報記者 想問幾個問題 第一, first question. 其實這次整個打擊衛生的黑點黑計劃裡面 其實都需要預計用到很多的清潔工 其實預計整個計劃會增併多少的清潔工呢? 那個合約期是不是就是三個月呢? 那涉及的開支是多少? 以及如何確保清潔工的待遇是有一個合理的安排呢? 因為其實社會上一直都關注清潔工的待遇, 包括公時或者他們的五線或者用線的地方是否有合適的? 第二個問題也想問問屋宇柱 剛才提到會有一個招牌的診斷系統 想問問其實那個系統有沒有經過一個招標的程序 當中涉及的開支是多少? 而診斷的,其一般來說這些AI都不會是100%的準確度 他們掌握的資料準確度是去到多少呢? 當中有沒有一個,就是一個 會不會包括到一些人面辨識的問題? 這裡會不會都可以釋除市民的疑慮呢? 因為招牌都會接近民居的 而第三個都是想問回副司長 當中其實在整個,你們移定整個衛生黑點的計劃裡面 都問了不少的意見 就是都看到卓司長的社交媒體都會去聯絡到一些議員 想問到這次其實,離定那六八個黑點的時候 問了些甚麼意見呢? 當中除了一些可能是立法會議員或是一些建制派議員 當中有沒有包括民主派的議員呢? 另外亦都最後就想問一下 就是現在辨識到一些部門之間可能是 責任上面未釋清 有沒有初步辨識到哪些其實一些具體 看到責任上未釋清 接下來是會重點去疏理誰負責哪一樣東西呢? 是,或者你裏面有些問題是會由食環署長和告署署長回答的 他們都已經寫下給他們回答 那我說回一些我可以回答的問題 第一,一般性來說請多多少清潔工呢? 我們不是為了做這個大行動就去臨時請清潔工做三個月 當然,食環署一般做清潔工的工作 譬如說有些是自己部門的同事 亦都有外判商的 在那方面去提供那個人手 至於待遇、工時等等的 待會留給處長回答 你說我們問了一些意見 是怎樣去離定衛生黑點等等 我想我不想說我們分了什麼派物派去問 其實我們一般來說是收集這些 就是我們歸根結底就是我們怎樣去離定衛生黑點呢? 就是途徑,剛才我都約了講過 當然我們要看市民的投訴 1823那裡會收集到資料 另外就是區議會的意見 地區人士的意見 當然也有媒體的意見 當然其實各方面,這是我們的途徑 但是收集回來,你去怎樣決定 譬如說你怎樣放一些地點 怎樣說有些地點,你覺得它是一些衛生黑點 而放進去剛才我說的600個黑點的名單呢? 這個就是視乎第一,當然是要看看它是否有很多投訴 第二就是投訴,你去看過是否非常之嚴重 另外亦都要看回地區人士的意見 因為他們對這些問題都會掌握得比較清楚 最後就是我們有關部門的同事去看過得出那個視察的結果 不是要怎樣打分的,這是一個綜合性去看 這些是否某一個問題構成一個衛生黑點 你最後問是否有些例子,譬如說以前責任未來清 而我們現在這個做到呢? 即我講一個,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在一些後巷都幾誇張的 放電單車有各種不同的垃圾,甚至乎有棄置車輛的 如果你那條路夠闊,即有些人可以將匪夷所思 即將一個他不想要的車輛進去 可能連這個打算去劏車都懶得,就放在那裡 過往這方面因為其實牽涉的部門可以有四個 每一個部門其實這個都是很窄戒 你可以說這個灰色地帶 我們就是大家其實在這個工作小組 其實我很多謝各個部門和局 大家其實都是有一種熱誠去切實解決問題 我們是終於釐清了,找到一個領頭的部門出來 大家講好了分工,如果在後巷發現這些棄置車輛 和其他的垃圾,各部門的分工點 如何移走這個棄置車輛,最終如何處理它 這個地區人士其實反映很多意見 就是過往其實似乎在處理上是有些瓶頸 這個我們解決了,也都會是 我們解決了就會即時執行 就不用等到我們階段性何時出來呢 就一次過宣佈了才做 就是這樣 其他問題,或者我請石環處長和屋宇處長回答你 我先講講我們公眾結證服務的員工 他們我們的待遇的問題 在公眾結證服務來說 我們的人手是過萬的 截至2021年12月31日 我們的人手分佈 食環處本身的前線人員是有二千多人 然後結證服務商的前線人員就多達九千多人 總共合共是一萬多人 我們很關注前線人員的待遇 如果我們是承辦商外判服務的員工的話 外判合約是寫明 他們要有基本的設施配套 讓那些工人得到一些適當的支援 事實上在幾年前開始 我們已經跟從政府一致的做法 就是在我們招標的時候 我們就會將 譬如說一些工時 或者是他們給多少錢人工 給那些工人 這些資料 是我們納入我們的技術評分裏面 所以幾年以來 我們真的看到那個果效 就是前線工作人員 他們的薪金是提升的 是遠高於越多於最低工時 也有相當多的 可能最近大家都會想到 嚴嚴夏日了 大家看到在街道負責掃街 收納垃圾的工友 他們很辛苦 事實上有甚麼可以幫到他們呢 我們部門在7月已經向涉及戶外工作 的街道清潔服務 防止松鼠服務 和廢物收集服務的承辦商發出信件 提醒他們一定要嚴格遵守 所有和履行服務合約有關的法例 當中包括在提供服務的時候 他們要提供足夠給工友飲用的水 而且在浩熱的環境之中 工作的僱員 他們要評估他們的工作風險 然後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 我們亦都建議承辦商向工人 提供便攜式的掛腰風扇 增加空氣流量 我們食環處是管理了 164個永久離街垃圾站的 這些垃圾站裏面 一般都會有更衣室和飲用水的設施 另外我們有800多個鄉郊的垃圾收集點 外於地理環境所限 這些收集點未必個個都適合 設有更衣室和飲用水的設施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會盡量安排員工 在附近的永久垃圾站那裡 使用這些設施 另外我們也會在設實可行的情況下 在垃圾收集站提供涼風機 去改善我們前線員工的工作環境 公廁那方面亦都是 我們有直勤室的公廁的時候 我們就會在設實可行的情況下 裝設風扇和其他令到空氣流通的機械設備 在今年九月開始 我們新的服務合約 就會要求承辦商 為個別有需要戶外工作的員工 提供便攜式的風扇 謝謝 好 關於剛才提到的診斷 這些危險招牌的系統 當時我們其實申請了撥款 創新科技署那邊的撥款 撥款有4.06萬元 是有經過招標的程序 有間公司中了標 合約在現在進行當中 預算應該在明年會完成 憂慮攝影效果會否拍攝到人的樣子 系統的設計是會將人面 即是會動的車也好人也好 它會自動將它變得模糊 所以我們是不會看到別人的樣子 準確度其實是測試當中 因為它現在其實它要學習的 這個人工智能 它要給很多照片給它 還有它要在街上巡了之後 拍攝了這些圖像去學習 我們希望它能夠做到至少90% 但是那個困難就是你會理解到 有些它會做得到好一點 有些情況譬如招牌 沒有穿沒有爛 只不過它是棄致的 它又有名字的 它未必有那個能力去辨識 這個其實是否棄致招牌 所以有些事情它是做得到 比較好的 時間關係就有兩條 白色三個位置 各位好NOW TV 想問一下副司長 剛才有說到 其實各部門的分工上面 已經有些進展 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一下 其實分工上有沒有什麼部分 已經是理順了 有沒有一些例子 還有留意到 其實不同的部門 都有提及到鼠患的問題 其實哪個部門去主理 會不會最後也是各有各做 最後有些地方 其實是沒有人去顧及到的呢 另外也想問一下 就是要檢視法例 就覺得現在有些法例 是有需要去修例的 目前其實覺得有哪些法例 是阻嚇性不足夠 有哪些其實覺得 最有需要去改善的呢 還有就是 剛才也有提及到 有在一些衛生的黑點 裝了一些鏡頭 現在就大概裝了百多個 其實成效是怎樣呢 會怎樣去配合調查 和執法去增加阻嚇性呢 麻煩你 我回答一部份問題 其他一些 或者請其他同事回答 你說那個部門上的分工 我剛才也說了 在我舉的例子裡面 其實是 幾個部門都可以說是他做的 但是他又覺得 這個有少少模糊 是不是應該是部門的責任 所以 我們的工作組 就跟幾個部門談了之後 理順了 就很清晰 交了給其中一個部門做 以後呢 就是變成了 我想是有一段時間 這些問題 其實是放在那裡做不到的 但是經過了我們那個協調之下 就是做到了 那 鼠患那方面呢 其實當然 食環署會是主打 那房屋署方面呢 房屋署也都是有他做的滅鼠工作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我覺得你的問題是非常之好 結果有些事是沒有人做的 那我跟你說 我們那個方向呢 就是 其實一定要 這個我們到稍後 我們要理出一個系統出來 就是 一定是要有人接波的 就是市民是不會 就是一定有個投訴途徑 不會是投訴無門 投訴了之後 或者反映了之後 就部門是要跟進的 是要很認真去跟進的 那這個是我們 就是絕對認為 這是一個目標 因為鼠患呢 就說真的 講很多 剛才講的那些 譬如你說 這個 棄置垃圾啊 影響觀瞻 或者是 或者阻塞街道構成一面 但是鼠患呢 大家可以想像 如果自己的家 或者我自己 我想一下我家 而且我發現有這個鼠中 而沒有人幫到我 這個是很徬徨的 那我們一定要幫市民解決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我們政府 各部門的責任 那麼 至於檢視哪些法例呢 我就不想去 即是在現階段 就舉出個別的法例 但是正如我剛才講 有些法例 它那個可能 那個 那個 比我們那個 去做調查的門檻呢 是可能比較高的 那麼我們其實呢 就個別法例呢 就處方 正在徵詢律政司的意見 就看一下 第一 是如何演繹這個法例 第二 如果這個法例 在我們 往後做一些的工作呢 我覺得真是 做不到 即是做不到 去有效執法 或者有效調查的目的呢 那麼我們是會積極考慮要修例的 那麼我可以這樣回答你 那麼至於 我看同事有沒有補充數量問題 還有 你說百多個攝影機 好像以我記得就不止 但是譬如那些攝影機是誰處理呢 那麼 給食環處長回答 好的 先交代數字 那些攝影機數目有三百個 都在我們的網站那裡 有寫明那些地點 那些攝影機會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如果我們拍到有人 駕車大量去把垃圾棄置的話 其實我們是可以找到那個 車輛登記車主 然後是採取執法行動的 那麼說回鼠患那方面 其實一直以來呢 我們和不同的部門都有很緊密的協助 譬如說我們和房署 房署和我們和屋邨的持份者 經常都會進行聯合的清潔行動 我們部門和房屋署 在2021年初 也都成立了香港房屋委員會 黑客公共屋邨防治鼠患工作小組 我們會定期開會 然後一起去討論 怎樣可以在我們兩個部門 一起協助的情況下 是將這些鼠患有效地去處理 我們和民政總署也都有協助 各個區的民政署 常常都聯同我們食環署去進行宣傳活動 在民政總署為山毛大廈進行清潔服務的時候 食環署也都會在附近的公眾地方 加強街道清潔和防治松鼠的工作 另外我們也都有向民政總署提供 我們自己的清潔合約裡面 關於防治松鼠的條款作為參考 讓他們都可以考慮在他們買一些服務 去清潔山毛大廈這些地方的時候 都可以加入相類似的條款 康民署的方面 我們也有跟他們合作 康民署一直跟我們有聯繫 如果當他們接到我們的鼠患參考指數之後 特別是當指數達到境界水平的時候 康民署就會盡快檢視他們的場地 然後就作出適當的行動去清除鼠患 由此可見其實我們食環署 雖然我們在政府裡 大家都會想到鼠患的時候 食環署會盡快去處理 但其實在平常的時候 我們都跟不同的相關部門有緊密的協作 所以我們都會說 我們最後一題 前面 段副位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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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真的挺有迷犯的, 有迷糊我跟到有很多瑕疑的收藏人 在各地域都迷属聚所建立, HERD却不练习的迷糊, 以及说明確 e eu听那个 特意的经常提问, 我们却能提出,我们提出政府的人, 我们会在这里的任何人提出, 我一直听不说, 首先是, 现在根本来会务的事? 第二个许前提问, you talked of Mong Kok and you talked about a rating system now I walked down Lycheecock Road and Portland Street last night Prince Edward Mong Kok and I would give that a rating of 1 out of 10 and if you clean up all of the garbage there then perhaps I would give it a 3 because the problems are not just the garbage the problems are the illegal construction hoardings the bamboo scaffolding the hoardings which jut out into the pavement the trucks and cars parked on the pavement the smokers the ashtrays that are overflowing there's so many more problems you're not going to solve that with a mural and a pretty manhole cover and a new sign so how do you think realistically you're going to solve those problems and they're going to need transport highways department many other departments to get involved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at and the third question on the cameras how many of those 300 cameras have actually caught people dumping garbage who are not in a vehicle because the last time I asked that question about a year ago it was zero okay thank you maybe i take your second question and i leave the first and third question to be answered by director of food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i think i don't know whether it's fortunately or unfortunately we walk down the different paths of mongkok in the past few days but you can try to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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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to fa yun street perhaps in the afternoon and i and you see for yourself whether what i said was a kind of exaggeration although you you didn't say that but i think i was just telling this meeting that actually i didn't pick fa yun street because somebody told me that is clean it just so happened tha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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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in the vicinity and i decided that my colleague and i should take a look but i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o our attention the conditions in lychicot road and portland street and i can understand your frustr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you already mentioned a whole host of questions that involves maybe more than one department to clean up but i think the one of the limit of this of our task force is to coordinate departmental action and for the problems you highlighted certainly we will see how we can do the operations more effectively and more uh critically on the face of it i am not sure that after our action the rating if that is one uh may just go up from one to three uh i hope we can do better but i can't promise you uhuh how better can we go but i'm sur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uh we i mean this kind of problem is something that we can resolve all right um thank you our department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way that our frontline workers and their supervisors carry out their duties i noticed that um you have made a number of observations about how the they are doing out there um i suggest that um if you would like to give us more details then we would certainly look into each case and see if we can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as regards the 300 cameras that we put out i think um i do not have the exact figures here but i think apart from recording illegal activities the cameras are also there to uh have a deterrent effect on people who might think that they could dump refills just in the streets so um yeah maybe we can follow up and give you the information afterwards thank you and had no response over the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when you say please contact us and we'll look into it is it a new department is there new staff involved have people who neglected their duties been fired i mean why why should i have any faith that anything is actually changed at the phd thank you uh i think if i understand it correctly i think you can you can provide the information direct to the director or to her department instead of going through uh 1823 and in fact one of the questions i think the director will look at this i mean you are you are telling us that that thousands of your complaints were made to the government hotline without any response i think that is that is certainly one aspect we will have to look into 好記者會到此完結 有没有实质的kpi已經定立出來出來給公眾知 例如幾月幾號之前要抓到幾隻老鼠 如果大家可能因為我之前在一些公開場合說過 我們那個這個工作組這個task force 我們是有第一階段做什麼第二階段做什麼的 那麼第一階段的工作剛才講過就是包括 是督促各局和相關部門制定的那個職效指標 那麼這個工作是會在三個月內完成 但是現在我們就是剛剛開始不久呢 我就說不給你聽一些很具體定了什麼的職效指標 但是在我們在今年10月左右 我們就是會完成這個工作了 多謝大家 非常辛苦 可以 我問他 我們 我們 也